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分享屌丝第171集,乔良很清楚,对于他们乔家这样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而言,能够跟廖家这样的家庭结为亲家。 说是祖坟冒了青烟一不为过,不管在谁眼里,都只会觉得他乔良这次是抱上了大腿。 此时此刻,乔良的脑海里亦是充斥着各种念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当感情要走向归宿时,他的心真能平静下来吗? 短暂地失神后,乔良回过神来,安抚着父母道,爸、妈,你们也不用太拘束,吕倩的父母亲都很好相处,你们过年时也见过了,现在就把他们当朋友一样,看待就行了。 那可不一样,过年在医院那时候,咱们也没想过能跟人家这么大的领导攀上亲家,所以也就没那么在意,现在要跟人家的闺女谈亲事,心里难免有点忐忑,就怕咱们理数不周到,怠慢了人家。 乔良母亲说道,乔良听了笑道,妈,人家不会在意那些繁文入节的,这次见面,主要也就是走个过场,其实我都让吕倩爸爸不用亲自过来了,他平时工作忙得很,我跟他说,跟你们打电话,简单商量一下订婚的事就行了,他却非要亲自过来。 乔良父亲闻言道,人家越重视,那咱们越不能怠慢。 乔良父亲说着,还下意识地拉了拉自己的衣服,整理了一下衣领,问乔良道,梁子,我这衣服没穿歪吧? 乔良好笑道,爸,没穿歪,您穿得很有型,我就没见过您有这么帅的时候。 乔良父亲笑道,都老头子一个了,哪有什么帅不帅的。 父子俩开着玩笑,乔良并不知道,就在今天上午,网上逐渐出现了一些关于他酒驾的负面舆情。 此时,省纪律部门的一把手陈正刚正将副书记苏华欣送出办公室门外。 陈正刚虽然明白苏华欣的来意,但他不会直接按苏华欣的意思去做。 他要是没记错的话,郑国宏对乔良这小子挺欣赏,之前他有听到过郑国宏表扬乔良来着。 眼下苏华欣无缘无故关心起乔良这事,陈正刚可不会傻到给对方荡枪时。 陈正刚笑着点头,郑书记,有件小事,我觉得还是得跟您说一声。 郑国宏听了一笑,什么样的小事还得劳郑刚同志专门跑一趟。 陈正刚道,郑书记,刚刚华欣书记去我那了,聊了聊乔良的事。 郑国宏疑惑地看着陈正刚,乔良。 陈正刚点头道,没错。 郑国宏纳闷道,华欣同志还能聊乔良什么事。 陈正刚道,今天上午,网上出现了一些负面舆情,是跟乔良有关的。 华欣书记是专门过来说这事的。 郑国宏听了一证,是吗? 关于哪方面的负面舆情? 陈正刚道,是有关乔良酒驾,江州市里只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 这不,网上出现的舆论就是质疑这个处分太轻了,说是领导干部之间互相袒护。 郑国宏眉头一下皱了起来,乔良酒驾。 这是属实吗? 陈正刚点点头,这是属实,华欣书记来找我的时候。 我当着他的面,给江州市纪律部门的负责同志郑士东打了个电话,询问了下详细情况。 乔良酒驾一事,确实是属实,不过按郑士东同志的说法,这是另有隐情,不是单纯向网上传的那般。 郑国宏神色严肃,什么隐情? 陈正刚于是将从郑士东那了解到的情况同郑国宏说了一遍,郑国宏听完之后,脸色缓和下来,既然是这个情况,那是情有可原吗? 陈正刚点头道,可不是吗? 江州市的主要领导也是这么认为的。 郑士东同志跟我说,他们对乔良做出的处分也是综合权衡了个方面。 这才给予一个警告处分,不存在什么训思的情况。 他还在纳闷说,网上怎么这么快出现这样的语情。 郑国宏淡淡点头,转而又问道,那华欣同志怎么说? 陈正刚道,华欣同志认为,不管乔良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酒驾, 他酒驾为继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尤其是乔良还是是纪律部门的主要领导,知法犯法,这种行为更恶劣,必须从严处分。 郑国宏说着话风一转,道,华欣同志那边你不用管他,他要是在找你,你就直接跟他说,这是我的意思,让他来找我。 陈正刚微微点头,郑国宏的态度十分明确,陈正刚自然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事, 不管苏华欣掺和这事的动机是什么,回头他给顶回去就行了。 此时,廖古峰和吕倩妈妈脸上都满含笑容,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廖古峰和吕倩妈妈这次到江州来,可以说是心情愉悦,毕竟女儿的终生大事总算是要定下来了, 而两人对乔梁又都十分满意,所以,这门亲事虽然不算是门当户对,但却都让夫妻两人满意。 夫妻俩小声交流了两句,廖古峰很快就加快了脚步,大步上前,冲着迎上前的乔梁笑道, 小乔,我不是交代了吗?不要让你爸妈专程来接机了,你怎么还让他们来了?这来回跑的,你也不怕让你爸妈累着了。 乔梁还没说啥,乔梁父亲第一时间接话道,廖书记,来接您是应该的,要不然就太失礼了。 廖古峰笑道,乔老哥,你就别喊我廖书记了,咱们马上就是庆家了,你喊我廖书记,那可不合适,你直接喊我古峰老弟就行了。 乔梁似乎看出廖古峰在找什么,笑道,廖叔叔,吕倩没来,我可是严格按照您说的,保密。 廖古峰乐呵呵地笑道,那走吧,咱们现在一起回市区,等到了市里再给小倩打电话。 小倩看到,我们一起出现,怕是会惊得眼珠子都掉下来。 乔梁看到吕倩的样子,也不忍心在逗对方,笑道,谁跟你说,我要拒绝了。 别磨蹭了,你上去就知道了。 廖古峰看着宝贝闺女傻傻的样子,忍俊不禁,小倩,看到我和你妈不欢迎吗? 吕倩回过神来,高兴地扑向了父母,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吕倩妈妈疼爱地摸摸女儿头发,来看你啊,高兴不? 吕倩眼眶红红地点头,高兴,当然高兴了,妈,最好你在这住一段时间,陪我。 你说呢? 廖古峰逗着女儿,小乔的爸妈也在这,你觉得我们来是干什么? 我,我哪知道啊? 吕倩脸一红,转头看到乔良笑意盈盈地看着她,这会也明白过来,乔良刚刚在路上是在逗她,而这会,乔良和父母的反应显然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乔良同意了两人订婚的事,否则父母不会专程来江州。 廖古峰见乔良爸爸一直有点拘束,还带说什么,乔良这时插话道,廖叔叔,我们这边订婚,确实没啥习俗,主要是看您那边。 乔良这么说,廖古峰点了点头,没再说啥,转道,我们这边也没啥讲究,既然两边都没啥习俗,那咱们就省去那些繁文入节,直接谈一谈半病婚宴的事。 乔良爸爸听了,下意识点了点头,下一刻,确实又摇起了头,搞得廖古峰有些愣神,疑惑地看着乔良爸爸,乔老哥,你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乔良爸爸挠了挠头,道,我不是有啥意见,是,是咱们这个。 乔良爸爸说着,看了儿子乔良一眼,似乎有些不大好意思往下说。 乔良健壮,同样搞不清父亲是啥意思,道,爸,你有啥话就直接说。 廖叔叔百忙之中,从京城抽空赶来,就是要跟你们商量的吗?您不要吞吞吐吐的,有话就直接说。 乔良爸爸见儿子也这么说,这才善笑了一下,看着廖古峰道,咱们刚刚还没谈这彩礼的事。 虽然我们家不是什么有钱人家,但这彩礼,该给也是得给的,这个不能少。 廖古峰一听是这个事,好笑地摇了摇头,原来乔良爸爸刚才不好意思说的是这事。 廖古峰正要开口,女儿吕倩已经抢着开口,叔叔,不用彩礼的,我们没那讲究。 吕倩这话说出来,廖古峰和妻子两人对视了一眼,两人端地是哭笑不得。 这宝贝闺女是恨不得倒贴啊,他们这当父母的都还没开口呢,闺女就自个着急地说不要。 吕倩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表现得有些急切了,好像嫁不出去似的,脸一下红了起来。 廖古峰看了看女儿,笑着对乔良爸爸道,乔老哥,这彩礼啥的就不必了,只要两个年轻人将来过得幸福,这比多少彩礼都重要。 廖古峰接电话时,乔良在一旁有听到,隐约还听到了国宏同志几个字,便知道是郑国宏打来的电话,对廖古峰道,廖叔叔,你有事就先去忙,不用管我爸妈。 廖古峰笑道,这怎么行,我这趟到江州来,你爸妈就是最尊贵的客人,其他事都不重要。 廖古峰笑道,行了,不说这个了,晚上我陪你爸妈好好喝一杯,吃完饭后,你跟我去温泉小镇,国宏同志过来了,你跟我一起去见他。 徐鸿刚心里盘算着自己的事情,乔良的事姑且放一遍,他现在想的是怎么搞出政绩来。 市中区有两三个烂尾楼盘,徐鸿刚打算从这方面入手,盘活几个烂尾楼盘。 这可是实打实为民办实事的大好事,对于那些买了烂尾楼无家可归的业主来说。 只要事情办成了,说事能让他们感恩待得一步为过,到时候再让媒体配合宣传炒作一下,这就是绝好的宣传素材了。 事情搞好了,同样是一笔政绩,如今徐鸿刚当了市长,他也不是满脑子的耳鱼我诈,勾心斗角,同样想做点成绩出来。 因为徐鸿刚很清楚,他想进一步上升,只有自己拥有拿得出的政绩,苏华心要帮他说话也才能更运气。 两人说笑着,廖古峰指了指一旁的乔梁道,国鸿同志,我把小乔一起带过来了,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吧。 郑国鸿笑道,这还介绍啥呢?我对小乔也熟悉得很。 郑国鸿说着,笑眯眯地打去着桥梁,小乔,今天是不是得恭喜你一下? 我看你今晚得多喝几杯,古人说人生三大喜,他相遇故知,洞房花竹叶,金榜提名时。 你这虽然还没正式结婚,但我看着订婚也算,今晚你必须多喝两杯,让我也沾沾喜气。 几人坐下来边吃边聊,郑国鸿说着说着,突然话锋一转,看向桥梁道,小乔,你有没有想过到省里来工作? 啊?乔梁郑主,没想到郑国鸿会主动问他愿不愿意到省里工作,而且这是对方主动邀请的。 乔梁心知郑国鸿绝对不会给他安排一个差的职位,否则郑国鸿不会开这个口。 还别说,乔梁刹那间有点心动,毕竟到省里工作有更高的平台,更好的机会,将来进步的空间更大。 乔梁心里想着,下意识转头看向廖古风,这个时候,他显然想听听廖古风的意见。 廖古风神色淡然,见乔梁看着自己,淡淡道,小乔,这个你自己决定,不过你要考虑清楚了。 在市里工作也好,在省里工作也罢,你都要始终记住八个字,尽职尽责,无愧于心。 廖古风很清楚,郑国鸿突然向乔梁抛出橄榄枝,是看在他的面子上。 而郑国鸿这次主动招揽小乔,多多少少也是想跟他进一步绑定关系,看似在提携小乔,实则是在向他示好。 郑国鸿见乔梁有些心动,接着道,小乔,正好最近省办综合三处的处厂职位还空着,你要是愿意到省里来工作,我看你来当这个三处处厂,就很合适。 省办综合处,那无疑是能近距离接触和服务领导的核心部门,张尚文作为郑国鸿的秘书,如今就担任着综合一处的处厂,而乔梁要是愿意过来,他作为郑国鸿亲典的三处处厂,那地位也不会比张尚文差多少。 张尚文此刻看着乔梁的眼神,真的是毫不掩饰地羡慕,别人想巴结郑国鸿都没忌讳,乔梁确实能得到郑国鸿亲自提携,关键是这还得经过乔梁考虑同意,这待遇真的是没谁了。 乔梁这会,心里已经是无比心动,关键是廖古峰还让他自己考虑决定,这说明廖古峰也并不反对,而是完全尊重他自己的意思,这让乔梁很是异动,因为郑国鸿一下就让他到省办担任实职处长,而且,这估计还只会是一个过渡职位,让他锻炼一段时间后,郑国鸿怕是会顺理成章,提拔他担任副厅,这对乔梁来说,要说不行, 心动是假的。有那么一瞬间,乔梁都想答应下来,但一想到自己一走,吴惠文那边怎么办?乔梁又犹豫起来,乔梁很清楚,吴惠文不是找不到人来担任这个纪律部门的副书记,而是找不到能让他更信任的人来担任这个岗位,是里边的这些实职岗位,可谓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他调走了,立刻就会有人斟酌想要来填上这个空缺。 但乔梁心知,自己要是这么一走了之,有点对不住吴惠文,吴惠文把他调到纪律部门担任常务副书记,是把整顿全市体制作风工作的重担交到了他手上,他要是走了,吴惠文短时间内找到一个信任的人来接替他,可不容易。 短暂的犹豫后,乔梁咬了咬牙,道,郑书记,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厚爱,不过我在市里边的工作还没干完,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走。 我要是这时候离开,难免被人说是临阵脱逃,所以我还得坚守岗位。 郑国宏听了笑道,小乔,惠文同志把你调到纪律部门,这可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现在有机会到省里,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乔梁摇头道,郑书记,我还是继续待在市纪律部门比较好,做什么事都得有始有终,我调到纪律部门是肩负着重要使命的,可不能半途而废。 郑国宏微笑着点点头,这些人在包厢里吵吵嚷嚷,乔梁等人也没办法再安静吃饭,要鼓风眨了眨眼,问道,这江州市里有姓王的书记吗? 乔梁刚刚听到那话时,也在想着是哪个姓王的书记,这市里区里姓王的书记似乎还不止一个呢,也不知道对方是哪个姓王的书记的儿子。 这时,郑国宏的秘书张尚文道,不会是王妖华的儿子吧?张尚文说着,小声嘀咕了一句,我看那小年轻跟王妖华长得有点像。 张尚文这时站起来道,领导,我去处理吧,不然这么吵影响你们吃饭。 好。 郑国宏点了点头,一个乳秀未干的毛头小子,郑国宏显然没放在眼里。 既然你认识我爸,那你们就自个识相点,把这包厢让出来,我就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了。 小年轻大咧咧道,张尚文好笑地看着对方,你是不是说反了?你影响我们吃饭,反倒是你有理了。 小年轻不耐烦道,让你们把包厢让出来就快点,哪来那么多废话。 张尚文撇了撇嘴,从口袋里拿出手机,他这工作手机存着各地市主要领导的电话。 张尚文从通讯录里找出王妖华的号码,看了那小年轻一眼,将王妖华的电话号码念了出来,道,你要不要给你爸先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爸允不允许你这样做。 心里默念着张尚文的名字,小年轻犹豫了一下,走到外边去打电话。 电话接通,小年轻还没说啥,电话那头的王妖华已经笑问道,小川,和你同学玩得怎么样了? 小年轻不自然地笑笑,第一时间问道,爸,你认识一个叫张尚文的人吗? 张尚文?王妖华郑主,郑国红的秘书张尚文他,自然认得,那是省里的第一大秘,小川,你在那给我等着,还有,你马上去给人家道歉,我立刻就赶过去。 小年轻有点不明所以,但父亲的反应也让他知道自己可能捅了篓子了,不然父亲不会急吼吼地要赶过来,还让他先赶紧道歉。 郑国红不说话是想亮一下王妖华,而廖古风则是泛步着出声,今晚是郑国红做东,这么点小事,廖古风没必要多说啥。 郑国红不吭声,王妖华一颗心七上八下,在这初春已经逐渐暖和的天气里,王妖华甚至感觉自己后背的冷汗都冒了出来。 这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郑书记,小孩子不懂事,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想起自己年轻时候,也是天不怕地不怕,还真跟王书记这儿子有点像。 说话的人是乔良,乔良一开口,打破了刚刚略有些沉寂的气氛,王妖华偷偷瞄了一眼乔良,心里顿时感激不已,刚刚他可是直接将乔良忽略了。 毕竟乔良是在场挤人中,身份最低的。 王妖华看到廖古风和郑国红后,心里又是心惊胆战的,腿肚子都打颤,哪里会去想乔良怎么会也在这。 郑国红没想到乔良会帮王妖华说话,若有所思地看了乔良一眼。 王妖华看到郑国红脸色有所缓和,立刻抓住机会,赶紧道,小川,还不赶紧给廖领导和郑书记道歉。 王妖华的儿子这时候也不敢再有半分乖张的姿态,老老实实说着道歉的话。 郑国红说完摆了摆手,那意思已经在明显不过,这件事到此作罢,王妖华可以离开了。 此时对于王妖华而言,确实如临大赦,郑国红不计较此事,那今天这事就算是结过了。 王妖华心里仿佛卸去了一块大石头,朝乔良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他知道乔良刚刚那句话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王妖华的年龄还不大,甚至以他的年龄处在这个位置上,可以说是算年轻了。 因此,王妖华有很强的上进心,如果郑国红在江东省干个七年八年的,对方又故意卡着他,不让他进步,那他可就玩独子了。 所以,王妖华对今晚的是十分在意。 不知道过了多久,抽完一根烟的王妖华拿出手机找出乔良的电话号码,沉思片刻,编辑了一条短信给乔良发了过去。 今晚的是,王妖华欠了乔良一个人情,但除了人情之外,王妖华考虑到了更现实的一面。 在对待乔良的态度上,他不能跟徐鸿刚保持一致,此时此刻,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王妖华对待乔良的立场发生了某种变化。 他给乔良发短信,是想约乔良见一面,因为不知道乔良这会是否还跟廖古峰以及郑国红在一块,所以王妖华也不敢贸然打电话。 发完短信后,王妖华将手机放到桌上,又抽出一根烟点了起来,静静等乔良回信息。 一进门,乔良就道歉道,王书记,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路上耽搁了点时间。 没事,我也刚到。 王妖华笑着起身相迎,客客气气道,小乔书记,请坐。 小乔,今天晚上的事情谢谢你,我家那混小子冒犯了郑书记和廖领导,幸亏你帮忙在郑书记面前美颜了几句。 王妖华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道,王书记您客气了,小孩子做事难免会莽撞点,可以理解。 乔良笑道,哎,这臭小子这次刚开学就说要带几个同学来江州玩一下,我就答应他了。 没想到,一来就给我闯祸。 王妖华无奈道。 王妖华说话时,亦是在观察着乔良,见乔良没说话,王妖华看似随意地问道,小乔,你今晚怎么会跟廖领导和郑书记在一起? 王妖华这会专门约乔良出来,就是要让乔良知道他的态度。 心思转动间,王妖华很快就说道,小乔,不管怎么说,我都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今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开口。 乔良笑道,王书记您太见外了,我也没帮到什么,只是说了几句公道话罢了。 不不,你敢在郑书记面前帮忙说话,这可就是帮了大忙了。 王妖华笑道。 顿了顿,王妖华又有些担心地问道,小乔,郑书记应该没有为今晚的是生气吧。 王书记放心,郑书记不会把这么点小事放在心上的。 再说了,令公子还是学生,郑书记哪里会跟一个小孩子计较,而且他也道歉了吗? 乔良笑道,那就好。 王妖华下意识地点着头,他这是实打实地松了口气,同时也不忘再对乔良道谢。 小乔,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总之,我欠你一个人情。 后面几天里,乔良和自己的爸妈还有吕倩一起去京城, 廖老大在京城为他们俩举办订婚宴,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洗了个澡后,乔良坐在沙发上休息,拿起手机回复了一些今晚没来得及处理的信息, 旋即坐着发呆起来。 想着今天晚上的经历,乔良依然感觉如至梦中, 今晚的订婚宴对乔良来说,可以说是彻底打开了眼界, 仿佛穷小子进城见识面一般,让乔良有机会站在更高的舞台去结识他以往压根没资格认识的人。 一个个以往对乔良来说都需要仰望的领导, 今晚乔良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 乔良知道这样的机会来自于廖古峰, 今后廖古峰女婿这一层身份也会成为他身上最大的标签。 而这个标签,今后又将为他带来更多跨越圈层的人脉以及更广阔的机会。 今晚,只是个开始,更大的舞台在等着他。 此时此刻,这种感觉在乔良内心深处种下了野心的种子。 乔良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 获得更高的地位,掌握更大的权力。 第一次真正成了乔良明确的目标, 有时候,努力往上爬, 并不见得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私欲, 同样能做更多有益的时事。 而乔良,他坚信自己会始终牢记自己的初心。 默默抽完一根烟,乔良的手机叮当一声响了起来, 拿起手机一看,见是叶欣怡发来的短信。 乔良打开看了起来,短信只有几个字, 是叶欣怡祝福他订婚快乐来着。 因为乔良之前有跟叶欣怡说是今天订婚, 看着简短的内容,乔良犹豫了一下, 心情复杂地回复了谢谢两个字, 便将手机收了起来。 手机的另一边, 叶欣怡在看到乔良回复的谢谢两个字后, 心里有一种揪心的疼痛, 谢谢两个字, 简单客套而又带着让人生疏陌生的距离感, 这让叶欣怡感到无比痛苦。 她知道自己和乔良的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而这同样也是她自己的选择。 此刻的叶欣怡,正在一家酒吧里。 盯着手机正正出神, 叶欣怡的眼睛逐渐模糊了起来,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湿润了眼眶。 叶欣怡咬着嘴唇, 将手机扔到一旁, 端起酒杯猛灌了一口。 今天晚上, 在叶欣怡刚走出酒吧的刹那, 有几名男子挡在了她跟前。 你们要干什么? 叶欣怡神色一正, 盯着眼前的几名男子, 一眼就认出其中一人在这几晚来跟她搭讪过好几次。 美女, 看你孤单得很吗? 跟搁几个玩一下如何? 那跟叶欣怡搭讪过的男子笑眯眯地瞅着叶欣怡, 脸上充满了坏笑。 从叶欣怡第一晚来酒吧, 她就注意到对方了, 毕竟这么漂亮的女人在酒吧也不常见。 男子搭讪悲剧后, 就一直留意着叶欣怡, 确定叶欣怡都是独来独往, 只有自己一人后。 男子今晚终于按耐不住, 喊了几个朋友, 准备来应的。 叶欣怡看出几个男子不怀好意, 呵斥了一声, 滚。 哟, 看起来还是个辣妹子啊, 哈哈, 我喜欢, 这才带劲。 男子咧嘴笑了起来, 往前走了一步, 伸手就要去摸叶欣怡的脸。 叶欣怡打掉对方的手, 冷冷地看着对方,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啊? 男子戏谑地问道, 仍旧上前想要调戏叶欣怡, 叶欣怡健壮, 只能往后退一步。 酒吧里像男子这样的人, 大都是三较九流的混子, 看到漂亮女人就想搭讪, 达不到目的, 有的还会恼羞成怒, 甚至动歪心思, 就好比男子现在, 他也不认识叶欣怡是谁。 对他这样的混混来说, 每天就是吃喝玩乐, 平时也不可能关注县里的新闻啥的, 因此他压根不知道, 眼前的漂亮女子就是县里的现场, 今晚他就是想跟叶欣怡一起耍一耍。 马上滚,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叶欣怡彻底拉下脸来。 美女, 你想怎么不客气啊? 不会是想跟我深入交流一番吧? 男子笑得很是猥琐。 叶欣怡眉头微凝, 懒得跟对方废话, 拿出手机就要打现局的电话, 男子健壮, 一把抢过叶欣怡的手机, 嘿嘿笑道, 美女, 别那么不上道吗? 陪哥几个玩玩, 又不会亏待你。 叶欣怡呆了呆, 没想到对方竟然敢用墙。 就在这时, 旁边一名男子冲了出来, 冲着几名男子立声道, 给老子滚。 他娘的, 你谁啊你? 几名男子, 瞪着突然出现的男子, 脸色不善地问道。 一旁, 叶欣怡看到男子出现的刹那, 目光微微有些变化, 这个人, 如果他没猜错, 就是徐鸿刚安排跟踪他的人。 叶欣怡这回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猜测, 是因为, 他已经不止一次, 看到男子出现在他周围, 再加上他之前早就怀疑徐鸿刚派人暗中监视他, 眼下男子出现, 无非只是印证了叶欣怡心理的猜测罢了。 突然出现的男子, 这会同对面几人对峙着, 见几人要动手, 男子不慌不忙道, 你们跟谁混的? 知道雷老五吗? 你认识雷老大? 对方听到男子的话, 一下愣住。 呵呵, 要不要我给雷老五打个电话? 男子淡淡道。 听男子这么说, 对方几人面露惊疑之色, 男子口中的雷老五是这一片的老大, 他们现在在的这个酒吧, 就是那雷老大罩着的地盘, 人家要收拾他们的话, 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这会看男子不像是吓唬他们, 几人也不敢赌, 万一对方真能把雷老大叫来, 那他们可就玩独子了, 估计今晚得掉层皮。 既然你跟雷老大认识, 那我们也不跟你一般见识。 几人色力内忍地放着狠话, 旋即将叶欣怡的手机扔回去, 灰溜溜地离开。 叶欣怡下意识地接住手机, 抬头看向眼前帮忙解围的男子, 正要开口询问对方, 却发现男子已经迅速离去, 连给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游局长, 请问你找我什么事? 瞻东杰憋着火问道, 心里再怎么不爽, 瞻东杰这会也只能忍着,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不管怎么说, 游城东都是市局的一把手。 游城东面无表情道, 瞻东杰, 找你过来其实也没啥事。 没啥事。 瞻东杰瞬间就毛了, 靠, 游城东大中午地把他叫过来, 电话里也不说啥事, 等他人到了, 给他来个没啥事。 这你马, 分明就是在耍他呀。 瞻东杰整个人都要炸了, 冷冷道, 游局长, 大中午的没啥事你, 专门把我叫过来, 是在逗我玩呢? 游城东冷笑一声, 瞻东杰, 我找你没啥事, 但有人找你有事。 瞻东杰愣道, 谁找我? 瞻东杰说完, 突然有点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游城东是联名待姓地直呼他的名字, 这让瞻东杰隐隐有不好的预感。 游城东没说话, 而是朝门口看了看, 瞻东杰健壮, 下意识跟着回头往外看, 但门口空无一人, 瞻东杰并没看到谁。 瞻东杰并没注意到游城东刚刚在跟他说话的功夫, 手指刚在手机上按了个信息。 就在瞻东杰疑惑时, 他猛地看到桥梁带着几个人出现在门口, 瞻东杰不认识其他办案人员, 但不会不认识桥梁。 看到桥梁的刹那, 瞻东杰按道一声不好。 这时游城东道, 瞻东杰是纪律部门的同志找你。 根据苏华新得到的小道消息, 关心民似乎想要从江东调走, 正在上面活动。 苏华新觉得这个消息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因为郑国宏短期内是不可能离开江东了。 关心民继续待着, 还不知道啥时候能更进一步。 这个时候, 关心民只有跳出江东, 才有希望在短期内更进一步, 否则他留在江东只会继续被郑国宏压着。 尤其是两人早前在京城共事时就有些私怨, 所以关心民现在跟郑国宏共事, 还被郑国宏给压了一头, 显然是极为难受的。 而关心民如果真的调走, 那苏华新的机会可就来了。 因此, 苏华新也在密切关注关心民的动态, 退一步讲, 就算关心民没有调走, 他也可以在郑国宏和关心民之间左右逢源, 因为两人都需要争取他。 许禅听着苏华新的话, 立刻就明白过来, 苏华新是想告诉他, 他和徐鸿刚现在虽然看起来关系十分密切, 但其实他对徐鸿刚是缺乏深入了解的。 苏华新这么说, 似乎是想暗示他什么。 果然, 许禅下一刻就听苏华新道, 小禅, 你现在在江州市府办工作, 江州市里边的情况, 包括鸿刚的一些动向, 你要及时向我汇报, 明白吗? 许禅神色一领, 点头道, 苏哥, 我明白了。 盯着詹冬杰看着, 乔梁突然道, 詹冬杰, 我被茶酒驾那晚, 是谁受益你临时安排的茶酒驾行动? 乔梁这话问得极为突然, 詹冬杰愣了愣, 脸色变换了一下, 玄机道, 乔书记, 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晚的茶酒驾无非只是我们局里安排的一场正常行动罢了, 乔书记是不是想多了? 詹冬杰, 我敢这么问你, 你以为我会啥都不知道? 乔梁冷笑, 那乔书记都知道些啥? 詹冬杰眨了眨眼, 乔梁咬牙切齿地看着詹冬杰, 这货是个老油条, 而且心理素质极好。 就在乔梁和詹冬杰谈话时, 另一场谈话也在徐鸿刚的市长办公室里进行着。 此刻, 徐鸿刚在和正式东东拉西扯聊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后, 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起了詹冬杰的事, 试冬同志, 詹冬杰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你们纪律部门这事搞得圣称同志意见很大啊, 说你们不尊重他这个市中区的书记, 网大了说, 你们这是破坏班子的团结。 听着徐鸿刚的话, 正式东眉头一下皱的老高, 徐鸿刚一口一个大局官, 他哪里听不明白对方这是在暗示他在詹冬杰的问题上点到为止。 明白了徐鸿刚话里的暗示, 正式东故意道, 徐市长, 依您的意思, 詹冬杰的案子该怎么处理? 詹冬杰的案子该怎么处理? 那是你们的事, 士东同志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 徐鸿刚笑道, 正式东面露嘲讽, 徐鸿刚真狡猾, 既想为詹冬杰开脱, 又不想担一点责任。 老傅, 詹冬杰的事我会再想想办法, 你这边也要动起来, 咱们要多管齐下。 蒋圣琛说着, 指了指桌上的资料, 王小财的这个哥哥, 说不定可以成为咱们的突破口。 原来, 此时蒋圣琛桌上摆的那份资料, 是有关王小财家庭的详细资料。 王小财的父母都是小学老师, 没啥空子可钻, 但王小财上面, 却是还有一个哥哥, 对方已经成家, 之前做生意失败, 欠了不少债, 现在正开着一家建材装饰材料店糊口。 蒋圣琛看了王小财哥哥的资料后, 立刻就意识到这里头或许可以做文章。 很显然, 关于王小财的家庭资料, 是蒋圣琛让人去调查的。 而傅林尊明显对这事带着些许疑虑。 蒋书记, 那王小财不过是乔梁身边的一个工作人, 咱们花心思在他身上有用吗? 有没有用, 你不去尝试, 怎么知道? 蒋圣瞠眯着眼睛, 况且, 你不要小看了这个王小财, 对方是专门为乔梁服务的。 算得上是乔梁的心腹, 据我所知, 乔梁现在挺器重他的。 咱们要是能搞定乔梁身边的这个贴身工作人员, 那等于是欠了颗钉子在乔梁身边。 不只是乔梁的一举一动, 都在咱们的掌控中, 以后咱们要做点啥事也会方便很多。 好吧, 那这是交给我。 傅林尊点了点头, 老傅, 这是你要上点信, 还有, 一开始你千万别亲自出面, 毕竟还不知道能不能搞定对方呢, 别一开始就把自己暴露了。 蒋圣瞻提醒道, 是宣传不偿送梁的车子出现在了酒店门口。 徐鸿刚一看到宋梁的车子进入视线, 立刻快步上前, 等车子停稳时, 徐鸿刚动作娴熟地帮宋梁拉开车门。 车上, 宋梁看到徐鸿刚的举动吓了一跳。 靠, 他可没资格让徐鸿刚给他开车门。 虽然他知道徐鸿刚一直都想拉拢他, 但徐鸿刚就算要施好于他, 这举动着实也是搞得他受宠若惊, 宋梁赶忙下车。 徐市长, 您这不是折杀我了吗? 宋梁普一下车就赶紧说道, 老宋, 瞧你这话说的, 咱们都是一起工作的同事, 那么见外干什么? 徐鸿刚笑呵呵地说道, 对宋梁的称呼已经变成了老宋。 宋梁嘴角抽搐了一下, 心说这他娘的哪里是见外, 而是他承受不起。 徐鸿刚堂堂一个市里的二把手给他开车门, 徐鸿刚自个不觉得丢愤, 他这个当事人都觉得心里发虚。 叶欣怡刚开口就被邵冰宇打断, 欣怡, 这是不用说了, 我已经做出决定了。 啊? 叶欣怡呆了一下, 你做啥决定了? 我决定到市府办去, 不想留在宣传部了, 而且, 我刚才已经去找徐市长谈过了。 邵冰宇说道, 你怎么这么快做决定了? 叶欣怡没来由着急起来, 冰宇, 我不是说我中午会给你打电话吗? 你好歹等我给你打电话吗? 邵冰宇道, 欣怡, 你反对我到市府办去, 仅仅是因为你认为徐市长品行不正吗? 对啊, 叶欣怡脱口而出。 邵冰宇道, 冰宇, 我是去市府办工作的, 又不是去做别的。 姑且不说徐市长的个人品行如何, 就算他真的跟你说的那样, 品行不正, 是个极度虚伪的人, 但那也跟我没关系啊, 我干好我的工作就行了。 徐市长个人如何, 好像不应该是我考虑的事情, 如果像你顾虑的那样, 因为徐市长个人品行不好就不去, 那市府里那么多人是不是都不用干了? 可, 叶欣怡急得不知道说啥, 他想说邵冰宇被调过去, 跟其他原本在市府办理工作的人不一样。 徐鸿刚可能是有什么不良的居心, 但话到嘴边, 叶欣怡又没说出口, 因为他没有证据。 王孝健壮, 嘴角抽搐了一下, 心想这回他是免不了要受点皮肉之苦了。 他娘的, 以后传出去, 真的是丢人丢大了。 他王孝作为老三的继承人, 将周斯家侦探界崛起的新兴, 竟然也有翻船的时候。 张总, 没必要急嘛, 就算手机里查不到信息, 我这边也已经让人查他的信息了, 肯定能搞清楚他是什么人。 谢伟东笑道, 那老子也要先出了这口气。 张天赋冷哼一声, 给老子打, 别把人打死就行, 我就不信他的骨头有多硬。 旁边那名男子闻言, 朝谢伟东看了一眼, 他们是谢伟东的手下, 谢伟东在的情况下, 他们肯定是要听谢伟东的。 谢伟东微微点了点头, 道, 听张总的。 男子听了, 宁笑着朝王笑走了过去, 二话不说, 就是冲王笑几个勾拳, 请客间就打得王笑嘴角出血。 张天赋冷眼旁观, 又道, 你要是老实交代的话, 现在就可以让你少受点皮肉之苦, 否则的话, 刚刚那几拳只是开胃菜。 王笑咬牙冷笑, 有本事你弄死我呀。 张天赋怒道, 你以为老子真不敢弄死你。 王笑呵呵笑道, 那你倒是来呀。 张天赋气得呲牙咧嘴, 瞅了瞅四周, 看到角落边有一根钢管, 张天赋大步走过去, 拿起钢管就走向王笑, 抬手就要朝王笑脑袋砸过去, 谢伟东一看, 立刻将张天赋拦了下来。 张总, 你这是干嘛呢? 他是故意激怒你, 你这不是让对方牵着鼻子走吗? 妈蛋, 老子先打残他。 张天赋暴跳如雷, 咱们的目的只是要查出谁派他来的, 你跟他叫真干嘛。 谢伟东不以为然地说道, 徐鸿刚让他帮张天赋处理这事, 可没说要把人搞死搞残。 张天赋这一大钢管冲对方脑袋砸下去, 万一把人打出个好歹来, 谢伟东可不想无缘无故多声势。 谢伟东神色凝重, 张总, 这是恐怕有点麻烦。 张天赋愣道, 怎么说? 谢伟东朝里边的王笑看过去, 他叫王笑, 是一名私家侦探, 以前拜师杨勇, 给对方当助手, 后来出来单干, 而那杨勇是江州市比较有名的一个私家侦探。 谢伟东说着, 卖了一下官子, 道, 不过重点是, 这个杨勇跟乔良认识, 两人的关系好像还很好, 所以, 这是要是跟乔良有关的话, 事情就麻烦了。 张天赋正正地没说话, 杨勇就是老三, 乍一听到杨勇这个名字, 张天赋心里就是一个机灵, 谢伟东后面的话, 他没注意去听, 但他似乎已经想明白了原因。 中午一点多的时候, 乔良接到了游成东打来的电话, 乔老弟, 你说的那个王孝已经找到了, 人在郊外, 受了点伤, 但没啥大碍, 就一点皮外伤, 我们的人刚把他接回来了。 那他现在在哪? 乔良急忙问道, 他自行回家了, 我这边还打算派车送他回去, 他还婉拒了。 游成东道, 王小才到了哥哥王洪运家后, 一进门就看到, 桌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韭菜, 王小才又了一声, 今天是啥好日子啊, 搞这么丰盛。 王洪运笑道, 没啥好日子, 但接个高兴, 咱哥俩喝一杯。 哥, 这是碰到啥喜事了? 王小才笑问道, 他对自己这个亲哥, 是在了解不过, 近几年, 因为生意做得不大好, 再加上外面有一些负债, 哥哥挺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 有时候抠门得很。 室友见大喜事, 来来, 先喝酒吃饭, 待会慢慢告诉你。 王洪运笑道, 王洪运加了口菜吃, 别嘴笑道, 小才, 哥今天签了个大单子, 估计能赚一大笔。 是吗? 这是好事啊。 王小才眼神一亮, 为哥哥感到高兴。 吃了口饭, 王小才随口又问道, 哥, 看你这么高兴, 这是多大的单子。 王洪运咧嘴一笑, 故意卖了个关子, 没直接回答王小才, 而是比了个手势。 王小才, 王小才见哥哥比了两个巴掌, 眨着眼问道, 十万的单子。 王洪运嘿嘿笑了起来, 小才, 你再猜猜, 这要只是十万块的单子, 你觉得我会高兴成这样? 王小才愣住, 总不会是一百万吧。 王洪运笑着点头, 没错, 就是一百万, 咋样, 这笔单子够大吧? 只要这笔单子顺利搞下来, 我至少也能赚个小几十万。 王小才下意识地点着头, 一边为哥哥感到高兴, 一边又有些好奇。 没过一会, 赶了两三个小时车程的楚衡 也赶到了酒店, 一下车, 楚衡看到站在酒店门口的董星帮, 快步走上去, 急切地问道, 人在哪? 董星帮道, 在酒店里, 七零八房, 是乔书记用他的名字开的房。 乔梁, 楚衡咬牙切齿地念叨着乔梁的名字, 眼里闪过一丝仇恨的光芒。 下一刻, 楚衡就要往酒店里偷走, 刚迈出脚步, 楚衡不知道想到啥, 猛地又停住。 就这么贸然进去, 不妥。 楚衡目光阴沉地想着, 如果对方确定是季红, 那他也不合适, 就这么面对面去找季红。 楚衡沉思间, 一旁的董星帮道, 楚主任, 我刚才盯梢的时候, 偷拍了几张照片, 不过因为角度的问题, 不是特别清晰。 拿来我看看。 楚衡道, 董星帮拿出手机递给楚衡, 楚衡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 当看到照片里的季红时, 楚衡手上青筋抱起, 目光死死地盯着手机里的照片。 作为和季红生活了多年的夫妻, 楚衡此时此刻百分百确认这个女人就是季红, 她甚至都已经不用再上楼去当面确认。 三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季红这三天在江州走走逛逛, 又去看望了自己的一些亲人, 而乔良也特地请假陪了季红一天。 两人都不知道, 这三天时间, 后面都有一直都有眼睛在盯着季红。 两人走到酒店门口, 一辆出租车正好在两人面前停下, 乔良健壮道, 这车子倒是来得刚好。 帮季红把行李箱放到后备箱去, 乔良道, 红姐, 上车吧, 到了护城后, 记得给我打电话。 季红点点头, 她回去也是要先到护城, 再从护城坐国际航班离开。 注视了乔良好一会, 季红突然有点伤感, 下一次见面, 不知道又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过了多久, 季红无意识地又往窗外看了一眼后, 慢慢感觉不对劲, 她是要去机场来着, 看两旁的景观好像不太对。 仔细看了一下, 季红终于确定车子偏离了方向, 尤其是看到周边慢慢变得荒凉, 车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开到乡下来了, 季红更是慌了起来, 赶紧喊道, 停车, 停车。 前头的司机没有理会季红的喊声, 反而加快速度往前开着, 很快又拐向了一条乡间小道。 季红见状很惊恐, 短暂地愣神后, 季红赶紧拿出手机, 想给乔良打电话。 前头一直在留意季红的司机, 立刻伸手过来打掉季红的手机。 手机掉落到座位下面, 季红着急地俯身去捡, 前头的司机一直伸手阻挠着, 不让季红去捡手机, 因为分心没办法专心操控车子, 车子在路上歪歪扭扭地开着, 险些撞上了路边的树木。 这时, 司机索性将车子停下, 回身一把将季红推开。 季红爹坐在座椅上, 惊恐地看着对方, 你,你想干什么? 季红说着, 也顾不得捡手机了, 眼看车子已经停下, 季红伸手要去打开车门, 想赶紧跳车逃跑, 却发现车门怎么也打不开。 季红反应过来, 车门被对方在前面锁上了。 看到自己一旁的小手提包, 季红拿了起来, 赶紧道, 你要钱是吗? 我,我有。 季红结结巴巴结巴巴地说着, 此时的他, 第一反应是碰到了抢劫的。 男子听到季红的话, 瞥了季红一眼, 无动于衷。 季红看到男子的反应, 神色愈发恐惧, 对方难道不只是要钱? 心里的念头一闪而过, 季红下意识捂紧了衣服。 就在季红惊恐万分时, 一辆车子从旁边经过并且停了下来。 季红一看, 脸色大喜, 拼命拍着车窗, 大声喊起了救命。 男子看到季红的举动, 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神色。 只见旁边停下的车子后排下来两个男的, 一左一右走到两边的车门, 一把就拉开车门, 迅速坐上了车。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时间, 季红有些愣神, 车门不是繁琐了吗? 外面的人怎么一下就拉开了?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接下来让季红更加害怕的事情发生了, 两个男子一上车后, 就将他夹在中间, 一看就是来者不善, 季红正要惊叫, 一名男子立刻伸手捂住季红的嘴巴。 呜,呜, 季红瞪大了眼睛, 身体用力挣扎着, 但却无济于事, 两男子的力气不知道比他大了多少。 前头的司机很快又启动车子, 朝乡也小到深处驶去。 与此同时, 市区, 楚衡坐在一辆黑色的商务车上, 同样也往乡下郊区驶去。 在楚衡旁边, 是一名约莫四十多岁的男子, 男子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看起来同样是斯斯文文的。 看楚衡神色有些焦躁, 男子冲楚衡笑道, 楚主任, 您放心, 肯定不会出意外的, 保准万无一失。 楚衡微微点着头, 这次为了将季红抓住, 他可是设计了好几套预案。 刚刚那个停在酒店门口的出租车司机, 就是他这边安排的人, 按照原计划, 如果在去机场的路上有机会动手, 那就会直接在路上动手, 而如果没有机会, 让季红顺利登基了, 那楚衡就会安排人在户城动手。 可以说, 这三天为了抓季红的事, 楚衡准备了好几个方案, 确保万无一失。 而他这三天, 也跟关心民请了假, 谎称老家有事, 需要回来处理。 因此, 他这三天都待在江州, 至于妻子于小丹那边, 楚衡随便跟对方说了一下, 于小丹也没多问。 两人虽然结婚了, 但于小丹经常在京城和黄园两地跑, 对楚衡的父母更是丝毫没有关心过, 楚衡也懒得跟对方计较。 他跟于小丹结婚本就是为了利益, 对于小丹也谈不上有啥感情。 今天的计划, 可以说是出乎预料的顺利, 至少从刚才来看是那样。 楚衡原本以为乔良会送季红到机场, 这样一来, 半路上就没机会动手了。 但乔良竟然没送季红去机场, 这着实是让楚衡大喜, 仿佛冥冥之中连老天爷都在帮助他。 楚衡沉思的功夫,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是旁边那戴黑矿眼镜的男子手机响了, 只见对方接起电话, 听了几句后, 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嘴上说了声知道了, 随即挂掉电话。 楚主任, 人抓住了, 已经带往目的地。 黑矿眼镜男子对楚衡道。 楚衡听了, 悬着的一颗心彻底放了下来, 拍手道, 干得好, 江颜, 辛苦你了。 黑矿眼镜男子叫赵江颜, 是江州本地的一个富商, 和楚衡关系匪浅, 这次楚衡没有让董兴邦来办这件事, 除了让董兴邦将他出现在酒店门口的监控处理掉。 楚衡后续就改了主意, 没再让董兴邦参与到这件事中来, 不管楚衡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思。 毫无疑问, 楚衡比谁都懂得狡兔三枯的道理, 不能将一件事都安排给同一个人去做。 听到楚衡的话, 赵江颜笑道, 楚主任, 您跟我客气了不是。 楚衡淡淡点了点头, 拍了拍赵江颜的肩膀, 江颜, 将来我若是有机会调回江州, 绝不会亏待了你。 赵江颜忙道, 楚主任, 您已经照顾我很多了。 楚衡笑笑, 因为顺利将纪红抓住的缘故, 楚衡此时心情大好。 乡下一处偏僻的老宅, 纪红被带到这里后, 嘴巴被胶布粘起来的她, 随即被迅速带进屋里。 此刻的纪红, 内心充满了恐惧, 她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又为什么要劫持她。 从始至终, 这些人也不跟她说半句话, 看样子更不像是求财, 因为她随身携带着的那个小手提包, 对方连翻都没翻过。 这要是劫财的, 估计早就将她的小手提包打开, 并且询问她财务放在哪里了。 嘴巴被胶布粘着, 双手又被反绑着, 季红不停地发出呜呜声, 眼神更是拼命朝几名男子示意着, 那意思是希望对方能够让她说话, 但几名男子却是没有理会她。 支哑一声, 门从外面推开, 当季红看到出现在门口的那道身影时, 瞳孔放大, 身体因为恐惧而无意识地颤抖起来。 来人正是楚衡。 楚衡慢悠悠走到季红面前, 就这么静静地盯着季红, 目光淡漠而又不含有任何感情。 季红嘴巴动着, 似乎想说什么, 却因为被胶部粘住而没办法说话。 楚衡健壮, 走上前将季红嘴上的胶部撕了下来。 嘴巴一下得到自由, 季红同楚衡对视着, 颤声道, 真, 真的是你。 楚衡冷笑, 你猜到是我了。 季红恐惧地点着头, 我想来想去也只有可能是你了, 不然这些人干嘛无缘无故要绑架我。 楚衡激笑道, 我还以为你已经把我给忘了呢, 忘了你还有一个丈夫在世上呢。 季红难难道, 我怎么可能忘了你呢? 季红说这话时, 有恐惧有憎恨, 更有一些连他都说不出的复杂情感。 夫妻多年, 要说他对楚衡一点感情都没有, 是不可能的, 但当初爱得多深, 现在就恨得多深。 楚衡听到季红的话, 陡然歇斯底里地低吼起来, 臭娘们, 既然你还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丈夫, 你一生不想地跟我玩失踪, 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老子找你找得多辛苦吗? 看着楚衡神色争鸣, 壮若疯狂的样子, 刚刚无比恐惧地季红, 这会反倒逐渐平静下来, 道, 那你又找我干什么? 找你干什么? 楚衡宁笑着, 你是我的妻子, 你失踪了, 你说我找你干什么? 老话说得好,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自己的妻子不见了, 我是不是应该知道是死是活? 季红讽刺道, 我看你, 主要是想知道, 我是不是死了吧? 楚衡悠悠道, 看来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么一个无情的人。 季红道, 那不然呢? 你觉得你楚衡是一个好人? 没人比你更无情更残酷, 你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人面瘦心的狼, 你。 啪的一声, 响亮的耳光声, 将季红的话打断, 皮肤白皙的季红脸上瞬间就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掌印, 半边脸都红了起来, 可见楚衡这一巴掌用了多大的力气, 丝毫没有怜香惜玉。 季红被打猛了一下, 很快就嘲讽道, 被我说到痛处了。 楚衡目光阴冷, 你不用在这跟我耍嘴皮子, 你应该知道, 你现在小命就在我手上, 要杀要寡都是我一句话的事。 季红身体哆嗦了一下, 两人沉默了一会, 楚衡开口问道, 你这些年跑哪去了? 季红道, 这重要吗? 不管我跑哪去了, 现在不是都已经落在了你的手里。 楚衡脸色拉下来, 你失踪的这几年, 是不是一直和乔梁保持着联系? 季红抬头看了楚衡一眼, 没有回答, 算是间接默认了楚衡的话。 楚衡脸色愈发阴沉, 咬着牙根问道, 那你是不是和乔梁说了什么? 这是此时楚衡最想知道, 也是他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 季红呵呵笑道, 你觉得呢? 闻听季红此言, 楚衡心头一颤, 接着又愤怒起来, 再次打了季红一巴掌, 老子问你话, 你就好好回答, 别跟老子阴阳怪气。 季红抿着嘴, 楚衡的冷漠无情, 他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 对方对他这个妻子打起来, 根本没有半点手软。 季红只恨之前, 自己还念及那么一点夫妻情分, 从没想过去检举楚衡。 说, 你到底有没有和乔梁说什么? 楚衡大声质问道, 季红没吭声, 他没和乔梁说, 楚衡的一些违纪的事, 但他这回绝不能说实话, 他再啥也知道自己, 若是说了实话, 更有可能小命不保。 见季红不说话, 楚衡脸色阴晴不定地变换着, 以他的行事手段, 将季红弄死是一了百了的事, 但季红失踪了这么些年, 竟然一直跟乔梁有联系。 这让楚衡担心, 季红有没有跟乔梁说过什么? 如果有的话, 那他就要问清楚, 季红说了哪一些? 这样他才能及时做出补救。 这或许也是季红现在在他眼里, 还能活着的一个理由。 楚衡,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在外人面前, 虽然隐藏得很好, 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最清楚, 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 我劝你, 还是早点去自首。 季红突然说道, 听到季红的话, 楚衡有些神经质地笑了起来, 我命由我不由天, 老子这辈子注定能爬得比谁都高, 谁要是爱着我的路, 老子就弄死谁。 季红正正地看着楚衡, 轻声呢难道, 你没救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刚进入体制的时候, 你还是那么阳光正派的一个人。 楚衡咧嘴笑道, 那是因为那时候还没尝过权力的滋味, 不懂得权力的美妙。 季红没说话, 楚衡早已经不是他认识的那个楚衡, 又或者说, 两人多年夫妻, 他就从来没有真正看清过楚衡这个人。 季红,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到底有没有和乔良说什么? 楚衡咬牙问道, 这是他心里最关心的事。 你猜? 季红依旧笑呵呵地回答着。 楚衡气得差点吐血, 恼火地又打了季红一巴掌, 这一次, 直接打得季红嘴角出血。 季红没吭声, 楚衡打得越狠, 越让他死心, 如果下次再碰到乔良, 他绝对会将自己知道的 楚衡那些违纪违法的事 一股脑告诉乔良。 就在两人互相对峙时, 门外, 那赵江言推开门, 站在门口喊了一声 楚衡主任。 楚衡闻声走了出去, 看着赵江言, 眉头一皱, 问道, 干什么? 怎么了? 赵江言拿着一个手机, 那正是季红的手机, 只听赵江言道, 楚主任。 季红的手机刚刚收到一条短信, 是一个教会子发来的, 问他啥时候登机, 您看要不要理会。 惠子。 楚衡挑了挑眉头, 眼里闪过一丝了然, 估计是季红的表妹中会子。 想了想, 楚衡道, 你用季红的口吻 给他回复一条信息, 就说改迁航班了, 今天暂时不走了。 楚衡此时的想法, 就是尽可能地拖延时间, 不让人知道季红失踪了。 当然, 拖延时间是一回事, 楚衡知道自己这边 也要尽快处理。 沉思片刻, 楚衡道, 江颜, 直接让人将季红处理掉, 你觉得如何? 啊? 赵江颜吓了一跳, 小心地看了楚衡一眼, 不太确定地问道, 楚主任, 您的意思是把人。 赵江颜说着, 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楚衡淡漠地点了点头。 看到楚衡肯定地答复, 赵江颜嘴角抽搐了一下, 楚衡可真是狠, 连自己的前妻都下得了手。 赵江颜此时有些顾虑, 把人抓起来是一回事, 真把人弄死了, 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两者的严重程度 无疑是天差地别。 眼珠子转了转, 赵江颜小心地说道, 楚主任, 是不是在考虑考虑? 毕竟把人弄死的话, 会比较麻烦。 楚衡阴沉着脸, 赵江颜说得也不无道理, 而且, 楚衡其实也有点担忧。 他虽然断定, 纪红没跟乔良说什么, 但这终归, 只是他的猜测, 楚衡并不敢百分百肯定。 赵江颜继续道, 楚主任, 其实把人暂时控制起来, 反而更好, 日后也才好做出一些应变。 楚衡听了, 脸色变幻起来, 似乎在考虑赵江颜的建议。 约莫过了两三分钟, 楚衡点头道, 行, 就按你的意思来, 不过首尾要处理干净, 别让人发现了。 赵江颜登时道, 楚主任, 这个您放心, 我保证处理得干干净净, 不会留下什么问题的。 只要不把人弄死, 对赵江颜来说就啥都好办, 不过要关这么一个大活人。 赵江颜寻思着, 也该多准备几个地方, 毕竟不能固定关在一个地方, 要时不时地转移一下。 楚衡没在说什么, 转头朝屋里的纪红看了一眼, 他暂时决定不杀纪红, 倒不是他对纪红还有啥感情, 而是他现在想着, 将纪红留下来, 说不定以后还能派上用场。 当然, 纪红有没有和乔良说什么, 这一点也是楚衡不得不顾及的地方。 冲了个早, 乔良准备睡觉时, 突然想到纪红还没给他发信息, 他让纪红到了护城后跟他说一声, 按理说, 纪红应该到了, 难道是对方忘了? 心里想着, 乔良开始拨打纪红的电话, 随即就听到手机里 传来您拨打的电话 以关机的提示音。 乔良一愣, 关机了。 不会是手机没电, 忘了充电吧? 还是已经睡觉了? 乔良看了下时间, 心里嘀咕着。 把手机放下, 乔良心想明天再打个电话过去, 而且明天纪红要是起来, 看到他打过去的未接来电提示, 应该也会给他打过来。 快十一点了, 乔良关灯睡觉, 在床上躺了一会, 有些辗转难眠, 莫名感到心里有点不踏实。 躺了十几分钟, 乔良又爬起来, 打开灯, 寻思片刻后, 乔良点开手机通讯路, 找出了钟惠子的电话, 给钟惠子打了过去。 乔良知道, 季红今天到护城后, 会在其表妹钟惠子纳住一晚, 明天下午才会乘坐国际航班出国。 电话那头的钟惠子, 很快就接了起来, 似乎有些惊讶乔良这么晚还给他打电话, 差一道, 乔良? 对, 是我。 乔良说完顿了顿, 也不废话, 静止问道, 季红姐到你那了吗? 钟惠子正主, 反问道, 我表姐不是还在江州吗? 啥? 乔良坐直了身体, 红姐不是已经去护城了吗? 钟惠子摇头道, 没有啊, 表姐给我发信息说她改签明天的航班了, 今天还是待在江州。 乔良不可思议道, 不可能啊, 我白天都已经在酒店门口送她去机场了, 我亲眼看她上的车子, 而且她要是今天没走的话, 应该会告诉我才是, 怎么没跟我说。 钟惠子纳闷地说道, 那就奇怪了, 我收到她发来的短信, 说是改签明天的航班。 乔良神色微宁, 红姐的手机现在打不通了, 提示关机, 不会出啥意外了吧。 乔良说这话时, 心里隐隐有不好的预感, 纪红要是今天不走的话, 肯定会告诉她的, 而且她白天送纪红走的时候, 也压根没听说, 对方改签了航班, 再加上纪红的手机关机了, 乔良莫名感到有些不安。 乔良将大概情况跟吕倩说了一下, 吕倩听完安慰道, 你别太担心了, 应该不会有事的, 她也许是去了其他地方。 吕倩跟季红谈不上太熟, 只知道是楚衡的前妻, 但对于季红和楚衡, 张梅和乔良之间的复杂关系, 吕倩并不是太清楚, 所以, 这回听完乔良所说后, 吕倩觉得, 乔良有点担心过头了, 毕竟季红只是电话暂时关机了, 单凭这个并不能说明什么。 乔良苦笑道, 希望我是启人忧天吧。 两人赶到了酒店, 吕倩跟酒店工作人员亮出了证件, 随即要求前往监控室调阅监控, 酒店的人也没为难。 监控室里, 乔良很快就看到了白天接走季红的那辆出租车, 当即道, 吕倩, 马上让人查一下这辆出租车, 弄清楚这辆出租车今天到底去机场没有。 吕倩轻点着头, 记下出租车的车牌号, 拿出手机拨打了局里的电话。 我已经交代人去查了, 等一会就有消息了, 你别急。 吕倩打完电话后再次安慰着乔良。 等了有十来分钟, 吕倩的手机响了起来, 乔良神色一阵, 猜到是市局那边来消息了。 吕倩接起电话, 听到电话那头的话后, 脸上露出了古怪之色, 点头说了声知道后, 挂掉电话, 对一旁的乔良道, 这是真有点蹊跷, 接走季红姐的那辆出租车, 是一辆套牌车。 套牌车? 乔良呆了呆, 那辆出租车竟然挂着假车牌。 短暂的失神后, 乔良急忙道, 那能查到出租车的下落吗? 吕倩点头道, 花点时间应该没问题, 不过现在要马上弄清楚车子的下落, 恐怕有点难, 那赶紧让人去查。 乔良迫不及待地说道, 从市区到机场, 大都是交通要道, 路上的监控很多, 说不定不用花多少时间。 吕倩点点头, 放心吧, 我立刻安排人查, 不过照眼前这个情况, 我怀疑这辆出租车压根没去机场。 听到吕倩的话, 乔良心里咯噔一下, 是啊, 这辆出租车大概率是没时往机场的, 它有点异想天开了。 吕倩又走到一旁去打电话, 把事情交办下去后, 回来对乔良道, 现在一时半会也没消息, 先回去休息吧, 已经很晚了, 我这边如果有线索了, 会马上告诉你。 乔良无奈点头, 他现在在这里干着急也没用, 只能等吕倩那边的调查结果。 次日, 王小才在哥哥王洪运家里醒来, 晃晃有些头痛的脑袋, 从屋里出来, 看到哥哥王洪运和嫂子陈霞 已经在吃早饭, 王小才拍拍头, 哥, 我昨晚怎么睡在你这了?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咱俩都喝醉了, 傅董直接让人把你也送到我这来了。 王洪运笑道, 王小才叹了口气, 哎, 喝酒误事啊, 这回头还痛着, 估计要耽误今天的工作了。 王洪运听了道, 那你就请一天假吗? 我看你最近也挺久没休息了, 连周末都在加班, 你们领导好歹也得体谅一下你, 这人又不是机器, 哪能连周转。 王小才道, 我们乔书记还是很器重我的, 不然也不会给我这么重的担子, 他这是在培养我。 王洪运道, 领导器重是一回事, 那也不能把命卖给人家呀, 这人啊, 还是得多为自己想想。 老话说得好,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小才, 你才刚工作没几年, 还是太单纯了, 可别领导说几句好听的话, 你就拼死拼活地给人家干。 王小才有些沉默, 跟他说这话的人是他的亲哥,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反驳。 对了, 你瞧瞧, 这是什么东西。 王洪运满脸笑容地将一个盒子递到王小才面前, 这盒子是昨晚妻子陈霞扶王小才进屋睡觉, 帮王小才脱衣服时, 从衣服口袋里掉下来的。 早上陈霞跟王洪运说这时, 王洪运一看就知道这是傅林尊送的礼物。 啥东西? 王小才疑惑地接过来, 看到盒子上的标志和英文字母时, 王小才瞳孔缩了一下。 这, 劳力事。 可不是, 傅董出手还是很大方的。 第一次见面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王洪运笑道, 快拿去吧, 你不是很喜欢手表吗? 正好可以把你那块破电子表换了。 王小才没动, 看着哥哥王洪运, 傅董市长怎么会知道我喜欢手表的? 王洪运笑道, 你答应出去一起吃饭的时候, 傅董就问我你平时都喜欢啥。 我想起你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在网上看各种各样的手表, 就和他说了一下。 王小才苦笑, 难怪对方送礼也能这么精准地摸准他的爱好, 原来是提前跟他哥哥打听过了。 小才, 拿去啊, 你还愣着干什么? 王洪运催促道, 哥, 这么名贵的手表, 你觉得我就算收下了, 敢戴吗? 王小才道, 不敢戴就收藏着, 没事拿出来看看也挺过瘾的嘛。 王洪运笑了起来, 我刚打开看过了, 也不知道是劳力士啥系列的, 表盘还是绿色的, 反正我对手表没啥研究, 不太懂, 只认得这劳力士的标志。 王小才一听表盘是绿色的, 呼吸急促了一下, 迅速结果看了起来。 果然, 是劳力士绿水鬼。 这可是劳力士十分畅销的一款手表, 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到, 因为市场十分缺货, 通常都得提前预定, 而且大都要溢价才能买到, 这款手表虽然不算是顶级的奢侈品手表, 但价格也不便宜了, 要十几万, 最主要的是, 傅林尊明显也是费了心思。 王小才神情复杂, 不知道说啥, 他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一个小人物原来也能这么吃香, 这就是权力的滋味吗? 见王小才还在犹豫, 王洪运替弟弟着急起来, 将手表和盖上, 放进王小才的兜里, 小才, 听我的, 喜欢就收下, 这也是人家副董事长的一片心意。 王小才嘴巴动了动, 想要拒绝, 画到嘴边却又停住了, 他是个手表爱好者, 也收藏了好几块手表, 不过碍于囊中羞涩, 他也买不起贵的手表, 收藏的都是比较普通的电子表, 也有一两块机械表, 但价格不贵, 也就三四千块的价位, 这对他来说已经十分奢侈了。 傅林尊送他的这块劳力士绿水鬼, 王小才没少在网上看, 但也就只能过过眼影, 这种手表不是他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能买得起的。 轻叹了一口气, 王小才感觉自己内心深处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